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次是第三个圣诞节 其实来到英国后 发觉每逢未去到万圣节时 邃切市场的食品已经在卖出 有否留意过最早卖圣诞的赛品是什么时候出现呢 大家有否留意过 9月,9月第一件事在车市场会出现的就是Christmas Pudding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或者有没有吃过 这几年我都发现,一到9月的时候 这么早有Christmas Pudding 然后去到10月有多些东西,11月有再多些东西 现在就有最多东西了 其实提醒我们就是圣诞节快来来了 其中一样就是叫做Avent Calendar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家买一个在这里 就是有24格,每天打开一格的玩意 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有些人就是买了一些现成的回来 有些我看到的化妆品、护肤品 都是每天拿一格出来 有些是糖果、巧克力、玩具 什么都有的 用行动来去纪念到张林奇这个概念 有一些资料告诉我们 可以最早我们去看19世纪 原来那时候最早是会用行动去纪念 并将林奇的家庭 其实就是德国的一些更正教徒 他们就去做些什么呢 因为小孩没有什么日子的概念 我家里也有买 我每天都要抓住他,撕一格 每天撕一格 然后他都忍不住跟我抢 就说我要再撕,我要再撕 不行,每天一格 然后再加上他数字 今天多少?今天十? 然后撕了十个的出来 今天回来宋拜之仙 已经撕了十个出来 每天这样去做 他们为什么开始做这件事呢? 就是小孩没有什么日子的概念 就帮他们去做 他们做些什么呢? 就是有些爸爸妈妈 他们会在家里的墙 或者是门框 或者在一些柜门上面 他用粉笔画二十四条线 每天就叫他的小孩 把小孩搓走一条粉笔的线 他搓走整个线 就已经齐了二十四天了 原来那种行动的概念 每天去抹一天的日子 就是这样出来的 有些人就买一条很长的蜜烛 就是比这些 把它分开成二十四个 每天就烧一条蜜烛 也是一种方法去纪念 另外还有些人在家里有圣诞树 在家里第一天就挂第一个波波 第二天就挂第二个波波 这样就挂了二十四天 每一天挂一样东西上去 至于我们现在去讲的那种 有些人就叫做圣诞日历 有些人就叫做章临期日历 最早有些人就说 去到1908年的时候 有一个德国牧师的儿子 他就是出了一个倒数的日历 最开始就是 现在我们不是有很多东西打开 打开窗 打开一格格 最初是没有的 最初就是有一张纸 上面有二十四格 二十四格上面有些圣诗或者经文 每一天小朋友就剪一幅 然后他自己去拼凑另外一幅图画出来 那格上面可能有一首圣诗 又或者可能那格里有一段圣经的经文 而去到大概二十年 一九二几年左右 他尝试在那个日历上面 就去加一些东西 加些什么呢 就去加一些糖在里面 就开始慢慢承认 我们现在在车入市场看到 或者卖到那些 为什么呢 因为他妈妈在他小时候 去做这些日历 他会用帽子去捞了一块饼干 二十四块饼干捞了上去 他每一天就是 总之去到那一格 他就去拆一块饼干出来吃 那就是这个的 开始去做这件事 我想对于小朋友来说 我的经验就是 吃就是最吸引到小朋友的 用什么的方法去帮助到 自己的小孩子在信仰里面 又好像Kinder出奇弹 有得吃又有得玩 无论他做些什么的事情 其实信仰是在家庭里面的传承 这件事在我们Rocky教会里面 我们常常都去说 不要打算放下一个小孩子 回到教会去主日学 他自自然会信耶稣 因为他每一天就是 看着自己的爸爸妈妈 看着他的家人 爸爸妈妈怎么信耶稣 你的小孩子就是怎么去信耶稣 所以其实Event Calendar 故事的背后 其实都是告诉我们 我们怎样在家里去传承 我们怎样帮我们的小孩子 我们可以去记得上帝的说话 当然现在新的那些 就完全是商品的 但是最原先那个开头 其实是有那种的意思 再问一件事 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 我们怎样为自己 我们家人 和下一代我们好好做预备呢 其实教会我们看到 有这个蜡烛 一个这样的布置的时候 其实就是提醒我们 是张临旗 张临旗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去记念 我们经常想着是圣诞节 谁是主角 不是圣诞老人 是耶稣基督 我们会想起耶稣第一次来 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教会的布置 可能有整个圣景在 看到有很多羊 有很多的牧羊人 有几个王 有爸爸妈妈 有宝宝耶稣在 我们可能想起圣诞节 就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出生 但是张临旗是提醒我们 耶稣是第一次来 他还有第二次会再来 耶稣是会再来的 所以其实整个张临旗 是讲着我们整个的信仰 无论我们个人的信仰 我们整个教会群体的信仰 是无论过去 现在将来 我们都是活在上帝的同在之下 神是在跟我们一起 张临旗是提醒我们 过去现在将来 上帝都在跟我们一起 张临旗甚至乎是让我们去看到 就是有些事情 我们现在还未见到发生 还未等到去发生 但是我们知道 上帝应许过的时候 他就会去出现 正如耶稣他说 他会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我们现在 耶稣你回来没有 由你出生到现在 二千多年了 你回来没有 我们在等着你回来 他说他会回来 我们继续在这种等候的空间里 我们知道 让耶稣回来 我们今天会去看诗篇二十五篇 讲一下题目 《求主赐哀经》 是的 Tommy牧师会有点困难 他真的不知道 他怎么读 《求主赐哀经》 《求主赐哀经》 诗篇二十五篇 其实是一个 在张临旗的经货 特别在教会有传统经货里面 其中一年 其中一个星期 他们会去读的诗篇 诗篇二十五篇 它有一个字母诗 什么叫字母诗呢 就是有些翻译叫做离合诗 讲一些经文的背景 他们其实如果看回希伯来文 看原文的时候 其实很清楚看到那个次序 那个很清楚的意思就是 你认识希伯来文的人 才会很清楚看到的次序 你不认识希伯来文的人 其实你只看到一大堆符号 一大堆重重 但是其实当我们看到 现在的《圣经》的时候 那个翻译 我们就看不到那种味道 我们回到之前那版 我想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我们很认识的例子 以至帮助我们明白 原来我们跟《圣经》原文的差距有多远 一首我们很认识的诗歌 李伯的《静夜诗》 大家可能都懂了吧 我估计我们当中的中学生 我们的年轻人都懂过《河》 OK 行了 李伯偷我知道了 《床前明月光》 但原来那天在想 其实我们如何去了解 原来我们在语言上的差异 我就在想 《静夜诗》应该有人手痕 是会翻译成英文的 也真的有很多个版本 我选了其中一个 我觉得比较淺白 简单一点的版本 但当我们去看《静夜诗》的时候 其实我们发觉 有一些在中文我们看到的东西 在英文翻译上我们看不到 譬如 在中文的诗歌本身是五言诗 什么叫五言诗 总之它一句里面有五个字 那就是五言诗 但我们去看英文的时候 其实你就发觉 一句句都不是五言诗 而是很多个字 另外我们去看中文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说是有压韵 有每一句的最后的字 和下一句的最后的字 出来的音调 其实你是容易浪浪上口去记得 但当你翻译成英文的时候 你又发觉 这个味道又会有些不同 另外如果我们去想中文的时候 低头思故乡 我们去想自己的家 我怀念的家 但英文的版本 他将这个诗的意思再扩大了 就是说 I miss my dear hometown 咦? 故乡我会不会想到是 dear hometown 可能那个味道 其实你翻译出来 又好像有些东西 但读下去那种的味道 好像又有少少的分别 其实这种状态 我想大家去明白 就是我们在不同的语言 特别我们讲到在圣经里 其实都是一个翻译的过程 在翻译的里面 我们可能都译到有一些 本身原本的意思 但是原来翻译出来之后 那个味道有时可能会浓了 有时会淡了 或者我们用我们喝奶茶做个比语 我们喝奶茶 我们都是同样的红茶 混了奶、混了糖 或者我们混一些香料 就已经变成了英式的一些茶 但是咦? 香港人这样的奶茶 又不是这样的味 都是茶 但是出来的味道 是会有一些分别 有一些不同 所以我们来到英国之后 我们会开始慢慢体会 有些东西好像一样 但一样有些东西不同 原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都有少少这种的经验 或者有这种类比在里面 所以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去留意 为什么有时我们要多看几个版本 因为可能A的版本 它液到某一层的味道 B的版本 它又液到另一层的味道 慢慢去拼凑 可能在一起 跟原装的味道 都还有少少的分别 但是有时候 我们至少知道 多一点原装版本是怎样 这个就是我们去读圣经里 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做的功夫 讲完李白的静耶诗 我想大家看到 就是在那个翻译上 可能有些东西不同了 好了 回来到诗篇二十五篇 今天想和大家去看这一篇的诗篇 刚才讲了是叫做字母诗 很多西方学者 当我们去看一些诗经书的时候 他们不停提醒你一样东西 诗篇二十五篇 是一首字母诗 是一首离合诗 意思是什么呢? 就像这里 我们去看第一节的时候 它是To you, O Lord 其实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 就是那边最侧边的Alef 你看到它是译了那个音 第二个字是叫做卑字 第三个就是叫做劫母 一路去移下去 是一个字母诗 我想再看下一版 下一版 其实有一个中文翻译 这个译本叫做《逢障译本》 可能在教会里面 我们比较少看的一个版本 《逢障译本》 在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做法 就是它很强调告诉你 它是一首字母诗 这首字母诗 为什么呢? 它告诉你 在第一节里 在我把零里 那里已经有一个Alef 第二节里 在你善我的耳教 它有一个Bate 然后一直下去 它将整首诗 它帮你分析了 在中文 原来它第一个字母就是那一只字母 然后帮助我们 就算完全不懂希伯来文的人 我们都大概知道 我明白它说那种字母诗是什么意思 咦? 也有点不太明白 你当作中文的第一句 它第一个的英文字母是A 第二节的第一个字母是B 一路数下去 我们用这个去大概了解这一点 其实西班学者 为什么特别要强调这个字母诗呢? 其实他就是告诉我们 作者是特意这样去铺牌的 特意这样去做 由A到Z 我用回我们熟悉的英文去说 A到Z 就是这么多字母都已经齐全了在整首诗歌的时候 其实它里面有一种的含义在里面 就是说在你人生的里面 由你从小到大 你所有的历程都是包含在里面 你所经历上帝的事情 什么叫去信靠上帝 什么叫阳望上帝 就好像A到Z那样 所有东西都齐全 上帝在你每一个人生的时间里面 都是在里面 无论过去 现在将来 这个在我们看任何中文译本里面 我们看不到的事情 因为是他们那种 对于字母诗的理解 包含了所有东西的时候 但当我们明白 原来在原来的文字 有这样的结构的时候 就丰富了我们对原文的理解 用多另一个例子 一首我们都很出名长的诗篇 最长的诗篇是哪一首 119 119也是一首字母诗 它是每一个原文的字母 它是由八节 然后做一个session 然后第二个字母 八节全部都是用那个字母 开始为先 它就是用了它这么多的语言 为什么 因为其实正在结构里面 告诉我们 上帝的律法很丰富 很传备 119篇是讲上帝的律法 所以其实 事母诗其中一个意义 就是告诉我们 完全包含了所有的意思 这个是我们可能很少去想到 但这个也是在结构里面 去帮助我们先去明白的一件事 好了 去回我们今天的经文 《求主持哀经》 是什么来的呢 文言文的诗篇 叫做《圣荣识义》 这是一个天主教版本的诗篇 的一个翻译 都曾百多年前 什么叫《圣荣识》 这个是我们现在 我们不会用得到的中文 不会用得到的了 是说的是 《圣荣》 体率的意思 如果下次你想说 上帝怜悯我 上帝 《圣荣识》 《圣荣识》 然后我们也在想 糟了 在讲什么呢 是一个比较古旧的中文 诗人求上帝 你加《圣荣识》 你怜悯我 其实他在面对什么挣扎呢 我们因为 不能够了解到原文 我们也未必可以看得到 他本身的意思 我们未必读到原文那种 诗情画意 即我们无论读中文的诗 英文的诗 我们读任何语言的诗歌 其实他本身里面的 起伏居识各样东西 他有那种诗情画意 我们未必读得到 但是经文里面 我们有很多的恩惠 大家如果手上有程序表 你可以看看里面有多少个恩 或者恩惠 今天我们时间是有限 但我希望可以用一个 比较简单的入手 我们就是在找诗人里面 有多少个恩惠 以至我们今天先先去初步 去了解这一首的诗歌 我们去看看 为什么诗人去求神你连述我 甚至诗人和神说过去现在将来 他说我一生与你的关系 他为什么要写这一首字母诗 诗人他有什么挣扎呢 原来在整首诗里面 有几次恩惠 恩惠 恩惠什么 恩惠我的 第一个恩惠我的 就是他的仇敌 他的仇敌 第十九节 他说求你刷看我的仇敌 因为他们人数更多 我的仇敌很多人 而且他们痛恨我 他说因为他们人数更多 这班人还是痛恨他 如果我们痛恨 什么意思呢 你有没有诗过很厉害你 或者反过来 你有没有诗过很厉害有些人 争到他什么程度呢 争都可以很多程度 我们试试看另外一个中文译本 有一个叫做女振中的中文译本 他说看看他们 用多么暴烈的怨恨来恨我 他们用多么暴烈的怨恨来恨我 原来在本身的文字 我想就这样说痛恨 那个程度可能比较表面 他说他们用暴力 用残忍 用不公来恨我 你争一个人 你会不会想着用一些很残忍的方法 去加害于他 又是有那个层次上的分别 以至当我们去看不同的译本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原来他被人增到这样的地步 第二节也有再说仇敌这个字 第三节形容这些仇敌是无故行奸诈的 有些翻译就是无故行诡诈 或者是无故背叛的人 诗人说他自己面对很多仇敌 那些仇敌是用暴力 用不公去对他的时候 所以诗人说 神你看看神看着我 我现在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仇敌 第二件事他说到我的孤单 我们去看第十六节 特别刚才我说求主赐哀经 或者求主加哀经 他说求你转向我联敏我 因为我孤独困苦 孤独困苦这个字 可能孤独困苦 可能我们来到英国 不多不少都感受到 什么叫孤独困苦 有没有另一支咪 Thank you Thank you 因我孤独困苦 那种孤独困苦是怎样的状态 可能我们在英国很孤独 我交通很不方便 我要乘搭很久才能出到你去见人 但这句话直接翻译 就是因为孤独和困苦 我 他在原文中是这样的次序 那种孤独的意思是唯一一个 一个孤单的个体 没有朋友的孤独的流亡者 有时原来我们看圣经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 叫做字词的研究 breast study 的意思是什么呢 可能我们看回 在同一卷书 怎样去用这个字 或者我们看看 不同的书卷 是怎样用这个字的时候 丰富我们去理解那句话 这个字原来用过在先知书 无论在耶利米书或者阿摩斯书 说的是被遗弃的状态 通常加上软弱 贫穷 很悲惨的遭遇 甚至乎那种哀伤 是说白头人送黑头人 死了独一的儿子那种痛 没有意义 所以我们再去看 这个孤独困苦 可能我们就这样 原来跟我一个人留在家 那种孤独又有点不同 如果你是没有了自己 很唯一倚靠的亲人的时候 那种孤独又是完全不同的层次 他这里强调我 就是孤独困苦 说这个我 特别是零零细细 这个我字是出来了 是一个很孤独的状态 他说他在痛苦里面 但是没有人安慰到他 所以他就是去求神 去转向他 去恩戴他 我们尝试去看诗篇 六十八篇都出现过这个孤独的字眼 但是这里也让我们看到 如何形容这种孤独 他说上帝在他的圣所 作孤儿的父 作寡父的身冤者 上帝使孤独的有家 孤独的能够有他的家 使被囚的出来享福 上帝会去看重孤独的人 被囚的人 在很大困难里面的人 在诗篇里面 我们是另一个地方去看到 我想在香港 来到英国 去到世界不同的国家里面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 有面对这个情况的朋友 甚至在过去这个星期 我们看到一些新闻 我们会看到 一个我们很认识的女孩子 他们都面对着一种状况 我们知道来到英国 有一些朋友 他们都面对着这种情况 同样在香港 在监狱里面 都有朋友面对着这种情况 在打仗里面 我们知道 我们经常都 纪念不同的地方 打仗的时候 都有很多人面对着这种情况 他们都面对着孤独和困苦 我们如何可以在囚告里面 去纪念他们呢 诗人说到第三个 因为他的状况 是说我的罪恶 第十一节 他说求你 因你的名的缘故 赏免我的罪 因为我的罪重大 他说他的罪很重 很重 另外有三次 诗人都提到罪 第七节 第八节 和第十八节 再下去下面 他说到很多罪 无论第七节 少年的罪衔和我的过法 罪人走正路 就剩下我一切的罪 原来这很多罪的字 原来在每一个字里面 也有些不同的 第七节 第八节 和十八节 罪衔 罪人和罪 原来本身是同一种字 说不中目标 或者miss了正道的意思 走错了 例如我拉弓 我想射那边 谁知道弓就飞到这边 是一种这样的状况 第七节的过犯 是说反叛的行径 是说我正在做这些异事 我特意去搞对抗 故意去踩戒 我故意去做这样的事 第十一节的罪 说的是刑罚 诗人知道他年轻的时候 特别这首诗歌 刚才忘记跟大家说 这首诗歌不是叫大位的诗 这首诗歌是叫大位的 大位的 他没有说是诗 没有说是国 而是说大位的 David's 或者of David 他在说 如果我们在说诗人 可能他是大位所写 或者可能有些人想起 大位的一生的时候 所写的时间 他就知道他年轻的时候 走错路 他现在承认他要担当的刑罚 他要受的那种刑罚是很大 他请求上帝 不要因为我以前做过的错事 我现在做过的错事 这些事情去惩罚他 甚至当仇敌威胁 朋友背叛的时候 他还要想起自己 年轻所犯过的罪 他里面很痛苦 原来有时候 叫我们痛苦 可能是一些外在的环境 但有时候可能 我们心里面那种内疚 我们也觉得我们连累了人 特别可能连累了自己的家人 连累了一些人 一起被人欺骗等等的情况 那种内疚的情况 他很痛苦 第十七节里面说 我心里仇苦甚多 就是说我的仇苦一直在扩张 在扩大 原来有时候 我们在一种很不开心 很不舒服的环境 那种感受 是可以越来越多 慢慢扩大那种状态 里面的搅拾 和外在的环境 其实都令到私人很痛苦 私人说 我的罪很重 上帝你卸面我 在经文里面 痛人说 上帝我求你不要记得 你不要记住我的罪 可能每一个人都像私人这样的情况 可能我们经历过被受敌攻击 可能我们经历过孤单困苦 背负罪债 但无论什么情况之下 私人他是因为这样 他去祈祷 他去第一件事 他想有什么办法 我去祈祷我去找上帝 我想来到英国 每个人每个家庭 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或多或少 我们都有感受过 或者经历过私人的情况 我们一直去数 我们1月8日 我们开始ROGGY 我们在11月 我们开始8.52的CAFE 我们希望可以和香港人去同行 我们陪伴去聆听 在这几个星期 我想有参与8.52的朋友 你们都会发觉 咦 多了一些新来的人 我们听到有些朋友 就是说 我来去探路 我去到Kirke Market 我想问香港人 有些人就说 你去8.52吧 那里有几个图 几个图 几个图会回答你 原来我们有些东西出了名 就是几个图会回答人 我们要留心 因为有人真的特意去找我们 刚刚在上个星期 也特意有人在Facebook 看到我们8.52的post 他没有车 他特意去转几程巴士 然后去到8.52去找我们 我们发觉有很多朋友来到的时候 他坐在那里会和我们说 他有什么担心 他有什么懒处 天气很冷 我完全适应不到 我觉得这里的食物 我吃不惯 我觉得如果以后我的生活 每天都要吃一些冷的东西 怎么办 他有很多的担心 很多的想法 在无限扩大 我感受到他很大的抑郁 在里面 有些朋友来到的时候 其实我看到我们的大英姊妹都很好 给他们很多实质的意见 告诉他们 你可以去哪里搭巴士 你可以去哪里做什么 去哪里要申请什么 特意姊妹不停地去 去告诉他们 来到这里 你要怎么适应 你现在经历的事情 我们之前那一两年 我们都全部经历过 我们知道 我们明白 你担心的是什么 那些事情 让我们听过之后 我们去为新朋友祈祷 可能这几次 有些丁姊妹 你都去接触过 一些新朋友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他们的名词 你有没有去职场邀请他们 有时我都会去问 你介不介意我为你祈祷 我有些什么都做不到 但我可以为你祈祷 其实我见很多的朋友 暂时我没试过有人 请我吃柠檬 不用 是没有的 暂时也没有的 大家说 好啊 好啊 你说我祈祷 就算他说他还没信耶稣 好啊 你说我祈祷 有时我们回到家 有时 晚上我想起 那天我去完八五二 那天我去完教会 有个新朋友跟我说的情况 的时候 上帝你帮助他 因为他在面对很大的难处 他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很有限的帮助 去告诉他 我们可以做什么 但是有很多事情 他将来面对 也正如那天八五二 我们去教车 不是我们 是他们去教车 就是 弟兄们很好 他教了大家 如何去冬日和你 drive 但是之后 开车那个 真的是每一位的司机 每一次遇上风风雪雪的时候 都是你要去面对 我们有些事情 我们可以去陪伴 但是去到某些地方 原来你是要去面对 但是我们想跟你去分开 有些事情 不仅仅是你去面对 来 车搞不好 好啊 找Albert 我开了一个这样的支票 找一下Tommy 找一下郑全都 但是同样 有一些事情 你那一刻 你不知道怎么办 的时候 你去找上帝 你去找上帝 那一刻 那一刻怎么办 上帝你帮我 我很害怕我 我善态 Tommy也是 那几天雪地的时候 其实我又不是很敏感 这个事情 哎呀 善态 上帝 善态 善上帝 在那些时间 周围没有人帮到你 但是你可以找的是上帝 如果你是初初来到英国 初初来到教会的朋友 特别 可能我当中有些朋友 我不信耶稣 我还未信耶稣 不要紧 我们很想去 鼓励你去面对困难的时候 你需要找人帮 这里 是可以有 你说你的难处出来 总会有很多 特英姊妹会给你很多的意见 但是同样 我们也想鼓励你 你可以跟上帝说 或者我不懂祈祷 不要紧 你真的告诉我们 我们为你祈祷 你不懂祈祷不要紧 我们为你祈祷 是的 我们很想跟你一起去经历 很想跟你一起去经历 上帝的丰富 说到祈祷 这首诗歌 我们有很多的求你 如果你回看经文里面 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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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鼓励你 如果你拿了程序表回家 的时候 你把所有在经文里面的求你 你全都抹掉 你全都抹掉 为什么呢 求你 其实在翻译上帮助我们 去明白 就是我求上帝去帮我 但有时我们去想求上帝的时候 我们只是想 哎呀上帝 求你帮我 求你怎么怎么怎么 但当我们把所有的求你 抹掉的时候 你会发觉 你会看到 诗人可以有另外一种的味道 我举个例子 我们去到第四节 耶和华 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 将你的道路指教我 求你指教我 引导进入你的真理 如果我们说耶和华 将你的道路指示我 将你的路指教我 指教过进入你的真理 我们没有了求你 那个字的时候 其实可以是一种很逼切 或者上帝啊 教我吧 我搞不定啊 和上帝求你帮我 原来有时候我们读圣经 语气不同了的时候 我们对整个圣经的理解 都可以完全不同 求你这个字 其实是在那个语气上面 我们去那个翻译出来的 在本身的经文 是没有求你这个字的 那当然了 我们有些人去面对上帝 上帝求你是怎么样 我们很谦卑地面对上帝 也有些人很逼切的时候 去找上帝 上帝我要抓住你啊 是另外一种 我们发觉原来 我们可以和上帝 去溝通我们联系的方法 让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我们去看求你那种意思 诗人他将他所有的挣扎 带到上帝的面前 他是为每一个情况下求上帝 他的仇敌 他的孤独 他的罪 他去找上帝 但我们原来去到第二个部分 我们去看 诗人不只是看见我有多惨 我有多陰公珠 而是他看见是因为你是上帝 因为你 诗人的上帝是怎么样的呢 我想问一下 德英姊妹 如果有你的家人在你旁边 你去看一看 你想一想 如果你要用两个字 去形容他 两个词语 形容他 你会用什么字眼 去形容你的家人 好 我当大家想到了 原来我们去认识人的时候 我们都会去想 这个人是什么性格的人呢 特别牧师是一个很忍得的人 除了不忍得痛之外 他有很多东西都很忍得的 很忍得是其中一个性格的 有很多东西的象征 我呢 都比较火爆的 如果拍在Tommy公司那里 我有些东西忍不住 我就爆出来 原来我们去认识人的时候 我们会看看 那个人的性格是怎么样 我们会想想 我们经历过 一起发生过的事情 我们去想想 这个人是否信得过 同样的诗人 他有很多词语 在形容上帝 那些不是很虚浮的字眼 诗人他说什么呢 第六节他说 上帝是一个怜悯人的上帝 他有慈爱 他有良善 精直 信实 信存 可能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这些词语 我们想到上帝的时候 我们说完之后 可能我们的脑子是空白 那上帝是怎样呢 如果我们当中 已经是信耶稣一段时间的朋友 我也想请你去想想 对你来说 你的神 你的上帝 是一个怎样的上帝 你会用什么词语去形容 诗人他经历过上帝的什么事 以至他知道上帝是怎样 他要向上帝祈祷 第一个因为上帝 是因为上帝拯救 第25章的第5节 他说 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 他记得神是救过他 神是怎样去帮他 他亦期望在今次的危机里面 甚至他在他一生面对的 各样的危难当中 他想上帝再一次的拯救他 所以他去祈求 耶稣说 将你的道指是我 将你的路指教我 你教我吧 教我如何进入你的真理 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 你的道 你的路 你的真理 是讲上帝的引导 他的旨意 他的心意 因为神救过他 那他就问 神你教我怎么做 假设我们又用开车的比喻 我试过线态 我就去问人 如何去帮我解决线态的问题 你去找一个帮过你的人 你对他有信心 你知道他教过你的时候 他可能还会再帮到你 何况一个救过你的上帝 他会继续去拯救你 这个对诗人来说 是他能够明白的事情 诗人说 他上帝还有感救过他 第15节 他说他必将我的脚 从网里拉出来 网是什么 一个人的脚 怎么会踩到网里面 如果我们用回香港 我们去想的一些比喻 老鼠夹 不是 有些人行山 或者有些动物行山 被那些暴兽器去捉 捉住那只脚 已经是流血 爆肝的那些 他拔也拔不走 他在这样的网囊里面 诗人说 他面对他的仇敌 就像一只动物 踩中了暴兽器 但是上帝把他的脚 在网里面抽出来 上帝去救他 去帮助到他 其实网囊这个字 大家可以回去找一些圣经的字 它里面很多时候 都有提过你的样东西 第二个 因为上帝 是因为他的怜悯和慈爱 第六节 耶和华 紀念你的怜悯和慈爱 因为这是紧古以来上有的事 上帝的圣情 他的怜悯和慈爱 一直都有 特别对以色列人来说 他们一点都不陌生 什么是他的慈爱和怜悯呢 他们只是单单在那个 十灾 在以色列人 上帝在埃及人手上 去拯救他们出来 已经是他们在救药里面 他们常常去记得被上帝拯救的事 上帝和他们去纳了一些药 上帝教识他的子民 什么是他的盟约 上帝是守药 怜悯的意思 就是说 妈妈对于 宝贝 还在吃奶的宝贝 那种怜悯之情 那个宝贝在那里哭 妹妹 你还没吃够 为什么这样 妈妈不会的 妈妈就算是觉得 很辛苦 女儿你喝完没 不过你喝多两口 你喝多两口 怜悯是说 上帝对我们的怜悯 就算有些妈妈是觉得 喂奶喂得很辛苦 是被那个宝贝 咬损了 怎么也好 但是他都会死忍住 要想喂饱个宝贝 那种意思 我们去看到 就是说 以色列人对于上帝的 性情是不陌生 所以他不停地跟上帝说 上帝你记得我 你记念我 你继续向我施廉问慈爱 但你不要记得我的罪 那些你抹走了 但是你要按你的慈爱 对我 记得记得记得 上帝的记得 对私人来说很重要 当我们很孤单 很担心的时候 你发觉 有人记得你 原来我说过一句 这样的说话 原来你记得的 原来上帝你记得我 在担心的东西 原来上帝的记得 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事 第三个 因为上帝 是因为上帝 是良善 第七节 耶和华 因为你的良善 按你的慈爱记念我 良善的意思是什么呢 good 好 上帝因为你的好 按你的慈爱 你去记得我 什么叫好 原来我们再去看 第十三节的时候 它说 不经威耶和华的人 必安享福乐 或者和修本 是叫做安然居住 安然的意思是什么 上帝你帮我住得好 你帮我安居 就是说住得好的 那种意思 上帝你是一个好的上帝 你都帮我能够活得好 这是私人想说的状况 私人被攻击的时候 他想起上帝的好 上帝的好是什么呢 苍世纪第一章 神看着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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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每一件事都说是好的 甚至乎去到苍世纪 最后第五十章的时候 约失被兄弟出卖 卖去埃及 整个孤儿子 带上帝去看着 他又要被人冤枉 又要被人说 很惨 但是当他回头看回头的时候 他忽然间发觉 他经历过很多很凄惨的事情 原来上帝的意思 原来是好 原来上帝叫我今天 经历这么多不开心 或者很惨的事情 原来这种好就是 我经历这么多凄惨的事情 但是原来上帝是为了保存 更加多人的性命 他整个民族是因为他的缘故 能够得到保存 他能够成就当刻的那种光景 上帝的好 就算我们经历了一些艰难的时候 原来回头看 上帝在这里 上帝是好 面对这个拯救他 手弱 怜悯 慈爱 又好好的上帝 诗人他如何回应 诗人第一个回应是 《仰望》 在第一节 《耶和话》 我的心仰望你 这句话的直译是 《向你耶和话》 我将我的灵魂举起 什么叫举起我的灵魂 我们完全不明白 看英文 To you O Lord I lift up my soul 其实 都可能都不是很明白 我们怎么举起自己的灵魂 原来在《生命记》第24章 他这样说 他说有些人很狂 你不要欺购他 不要欺购他的工钱 因为他将他的心放在工价上 《生命记》 《生命记》就是 他狂 他的心一意是掛着钱 因为他的生命 就是仰赖那天的工钱 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角度去看 原来《仰望》这个翻译 可能太简单 而是把心放在一心牵掛着 就是他举起他的灵魂 他将他的灵魂举起他的钱 因为养生的就是靠那些 什么叫举起他的灵魂 原来我们再去翻译的话 《灵魂》这个字眼 可能还未是最贴切 他将他的传人 他全都进去 所以他就是说 他靠这些钱去养生 我的心仰望你就是 上帝我靠你 我才有条命仔 我靠你去存活 是一个私人 他不仅仰望上帝去存活 而是每一天 在每一天的生活 不同的层面里 是要是不住的向上帝 将自己的灵举起 每一天靠上帝而活 或者每一天都要去问 我举了给上帝没有呢 这个可能对我们来说 我们有些抽象 原来我有一幅图 我忘了放进去 我记得在大约 那些马姐的年代 有一幅这样的漫画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 就是说 好像叫做 侍女祈祷图 就是说一个好像马姐 那样服装的人 他在洗米的时候 他就在祈祷上帝 我现在洗米啊 我有饭吃是因为你 有些可能加多了我的意思 他一路掃地的时候 他祈祷 上帝我一路去掃地的时候 上帝求你清洁我的心 有些可能一路去抽小鸚子的时候 上帝我感谢你 因为我有我的小朋友 在跟我一起 我去保护我的小朋友 正如上帝你去保护我 各样的 原来我们每天 将自己去举起给神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要 找个清静的服 可以有是好 但对我来说 我发觉 抽着个女孩 可以安静自己的时间 可能去厕所的时间 也就是那个空间 我看到当中 有些妈妈 尾巴在笑 你就明白 那种空间 原来是多么微小和狠窄 但就算我们没有空间 我们都可以在每一天 我们在每一天 要做的家务的事情 在每一天 那些很繁琐的事情上 我们去想起上帝 我们有没有每一天 将自己去举起给上帝 另一方面 作为教会的群体 我们有没有 将我们的教会 一起去不住 去举给上帝 我们有多少时间 我们愿意 坐在一起 我们去祈祷 为教会去祈祷 有一个状况 特别是我们去祈祷会 和你祈祷的时候 我们下个星期也有和你祈祷 我们刚才也有谈过 那我们下个星期要站不站 站 我们的感受 我们看到 通常叫大家走 大家是赖死不走的 但一到祈祷会的时候 哎 弟姐妹祈祷了 我们就看到 哇 清了个墙 原来每次清墙 我们开祈祷会 我们就可以清墙了 我想说 对我们三个同工来说 开展一个新的事工 我们需要由讨告他开始 我们知道 底子会有很多 可不可以有这个 可不可以有那样 好啊 但我们想 是由祈祷开始 我们不是说 因为有哪个人 我们在 有哪个人 那我们没死了 我们就开始 做一样新的事 不是 我们要由祈祷开始 因为一起祈祷寻求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弟姐妹 下个星期邀请你们 崇拜后 大概有半个小时 左右的时间 2024年1月以内 快要开始 下年 教会 不是教会方向 不是教会 要做些什么 而是 上帝你想我们 怎样 我们很需要 弟兄姐妹 和我们一起去尋求 不是只有 我们三个在那里 我们祈祷 上帝想怎样 因为 如果 这个都是你们觉得 是属于你的教会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邀请你一起去参与 祷告 是所有的事情 走第一 也是最重要的事 我又去讲一下 诗的结构 为什么呢 有一位的西人旧日教授 特别是 他在诗篇里面 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研究 他和我们去分享这首诗篇 和祷告有关的事 刚才说过 那些ABC 是告诉我们 整个人生 无论过去 现在将来的每一个部分 他说 原来这些ABC 是我们每一个的小孩子 或者初信的朋友 是第一步的学习 对 我们学英文 第一个学习的 ABC 我女儿 下个小孩子 ABC DEFG 一直唱下去 ABC 原来就是我们最基本 最基础的东西 而当我们去学习 关于上帝的东西的时候 这些所有ABC 是帮助我们 去记得上帝的东西 无论我来说 在这个诗篇 或者刚才我说的 诗篇119篇 是说整个律法书 上帝的教导 都是由ABC 那里去开始 这些ABC 其实帮助是什么呢 帮助懂得说 希伯来文的人 他去记得整首诗 是说什么 以至他去懂得 如何去祈祷 如果我们留意 我们在中文里面 我们都看到 有时在每两句的经文当中 都有重复的字眼 或者意义相近的字眼 在里面 是黏在一起 我举个例子 在第二节 第三节 其实他出现了三次 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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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意思 一些是不停重复的字眼 其实是做什么 帮助我们去记得那段经文 所以其实 诗篇25篇 他一路写这个字母诗 他一路用一些 重复的字眼的时候 第一件事 是帮助人去记得那段经文 记得那些经文 其实是做什么呢 这个结构 这个经文本身 是帮助我们记住的时候 原来是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去尋求神的旨意 我们想知道 神想我们做什么的时候 我们背了 我们记住上帝的说话 我们是透过祈祷 然后去尋求神的心意 我们可能看了一些 我们明白了 但是到底上帝你想 和我们说的是什么 我们是需要祈祷去尋求 所以祈祷本身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诗歌的结构 就是叫到第一批 特别是说希伯来文的读者 他容易将首歌记入脑 重复的用字 都是帮他去记得 记得神的说话的内容 其实就是帮我们去祈祷 去问上帝的心意 所以其实对我们的人生 我们教会 我们的群体 我们去认识上帝的说话 第一件事是先去讨告 然后再去行动 去知道要做什么 我们去尋求神 去指引指教 以及引导我们 诗人的第二个回应 在第二节 他说我素来依靠你 这句本身如果中文直译 在你 我完全信任 如果是ESV 应该倒转 In you I trust Oh my Lord 是那种意思 他这里说的那句话 不是我一直去依靠你 而是我依靠你的时候 我已经依靠了 我未来一直会继续这样去做 已经是一个决定 依靠有时候是那一刻的决定 然后你就是 All in 去扔下去 再用回我们的情况 当你决定要去 来到英国的时候 你将你整个家 连根拔起 这个是一个决定 而这个决定是影响你 之后的日子 你的决定其实是什么 因为我决定 我不会相信某一个地方的政府 是不是相信英国政府 不是 不过我的决定 是以致影响我日后的行动 所以决定 In you I trust 我们对上帝 我去All in 下去的时候 我以后的所有的东西 我都是继续去信任上帝 一个例子 但以你和三个的朋友 可能有一些朋友 可能看过 有说少少 但以你和三个朋友 被人扔到火坑 和扔到狮子坑的里面 但是 怕不怕 你遇到自己死的 但是他因为去信任神的时候 我 就算上帝不够我都好 即或不言 我都要决定我去信上帝 我不会因为这样去妥协 这种信任就是我完全信任 就算面对最大最凶恶的君王 他都不怕 因为我信的是上帝 第三个回应是等候 在第三节 第五节和二十一节 他说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 等候是因为信上帝 而是安心等他去做 因为他经历过 就是上帝教过他的 什么叫安心等候呢 嗯 Toby出去买东西 我安心等候 等他买东西 给我吃 你不会去挂心 死了 他会不会 不知道买了什么 不适合的东西 会不会是怎么样 他会去做的 买错了就是另一回事 但是他去了 我知道他就会行动 我们知道我信任上帝 我等他来 我们等候这件事 我们如何去安然等候 他说这种信任 是坚持去等待 不会很快放弃 所以必不羞愧 羞愧有些翻译是认为失望 失望是怎样呢 在过去这一年的日子 其实听到不同的 代影节目去分享 其实有些人 有些事是 让他经历到失望 可能我们家里的 成长背景 有很多的人 令我们很失望 但是 诗人说 他知道上帝 不会叫他失望 他亦去祈祷上帝 你不要叫我羞愧 不要叫我失望 等候上帝的人 就是将这份盼望在上帝 面对挣扎 可能我们想起很多困难 但是我想问 大影节目 当你面对很多困境的时候 你第一件事 就是在想起很多困难死 怎样 还是想起 上帝啊 我搞不定 上帝啊 我们都可以问一下自己 当你面对难处的时候 你先叫上帝 还是你先叫困难 我们都是人 我们很多时候 面对一些困难 我都会抱怨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这么坏 为什么这么这样 我们都会去骂 骂骂 骂骂 埋怨 我不是叫大家不要骂 我们有时都需要抱怨 和挣扎 但是我们会不会去想想 面对一个困难的时候 上帝你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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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我搞不好 上帝你帮我 上帝你帮我 我们在英国 其实我们未来面对 还有很多不同 不能够确定的人和事 可能只是弟兄姊妹 有事去听到大家说 那间屋 唉 那师傅说来 我等了他几个月了 他都未来 他说会答应我 说今天 然后又放了我的飞机 我们有很多事情 令我们很不舒服 很不开心 不能够确定 但是 私人给我们提到 他祈祷 他整首诗 你可以回去画出来 他叫了几次 耶和华 他叫了十几次 上帝的名字 他到了神面前 呼求 讲他的挣扎 他想起上帝做过的事 上帝是怎样的 他的being 和他的doing 是怎样的 他的盼望就是在上帝 环境是没有变的 挣扎仍然在 不过 上帝从来都在 上帝从来都在 女儿试过夜晚睡觉 爆哭 然后我说 不见了我妈妈 妈妈 我整天都跟他说 妈妈在哪里 妈妈在 妈妈在 你仍然会发愁梦的 女儿 But 妈妈在 妈妈抱着你 上帝 我都没见到 是昆蓝在 但是上帝仍然是抱着我们 我们仍然可以去呼求上帝 我们去到最后一版的power point 今天的讲道笔记 诗篇25篇帮我们看的三方面 第一是诗人的挣扎 人生的路途上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会恐惧孤单有罪恶 我们会困惑 今天你有什么挣扎 但是你记住你可以去叫上帝的名字 上帝求你赐哀经 上帝你联盟我 上帝你联盟我 你帮我 你望我上帝 第二是诗人的上帝 我们有没有想起 我们这位神是怎样的神 特别当我们已经信了住一段时间的人 我们有没有经历过上帝 给过我们怎样的丰富和恩典 或者我们当中有些朋友 我未认识上帝 我不知道他是怎样 或者我鼓励你 你试试问一下 你周围有一些信了耶稣的人 不过这个 我可能开大了张支票 如果真的问了一些帝求 你怎样经历上帝 然后帝求姊妹答案 没有 是的 我也不知道怎样 不过我也依然鼓励你 你试试问一下 你周围的朋友 他有没有经历过上帝 或者如果经历过上帝的朋友 你都不妨主动将你的经历 去和不同的人分享 第三是私人的回应 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说出了我们的困难的时候 又记得他是 他是一个怎样的上帝 我们是否能够 去将自己每一天举起给上帝 我是否能够信任上帝 等候上帝 以致我真的躺在上帝 个人是这样的 我们教会 我们怎样将我们整间教会 去举给上帝 这是我们学习的地方 去回我们最开初的 Event Calendar 去问我们 怎样帮自己和下一代 记得神的话 并且我们去恨切祷告 对我来说 我去看到那些 自制Event Calendar 或者他们如何在行动上 去帮自己的小朋友倒数的时候 去写一些圣诗 或者经文 可能是一个我们可以去参考的做法 背金举卡 或者我们背金举卡之后 我们再看一段圣经 看看上下文到底说些什么 让我们将神的话 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记住 然后我们去用这些经文 和祷告去寻求神的心意 让我们一起的同心祷告 由我说 我的心仰望你 我素来依靠你 求你去帮助到我们 让我们能够一同地去等候你 无论在我们个人的事情上面 又或者我们整个教会的群体 不单止是落到教会 在Lise的教会 在英国的教会 上帝让我们学习 我们如何去为属于上帝 你的群体去祷告 求你去提醒去带领我们 谢谢你听我们祈祷奉主明求 阿们